作曲 李宗盛 落空斑 落空流 曼你逃逃光斥 榮不悠 逃进妙 世间事 还作涂 涂一片潮流 事起 事寿 落泪奋不尽 欢笑备悠 善功 撒弊 朗内看 不出有未有 爱你恨你 万光之浮 似大光一发把手 转千万 转千坎 亦被平复 始终争斗 又有喜 又有愁 就算分八千欢笑备悠 宁愿翻 百千楼 在我身中 起伏构 爱你恨你 万光之浮 似大光一发把手 似大光一发把手 转千万 转千坎 愿你平复 伏始终争斗 又有喜 又有愁 就算分八千欢笑备悠 宁愿翻 百千楼 在我身中 起伏构 宁愿翻 百千楼 在我身中 起伏构 在我身中 起伏构 伯伯 大家好 本节呢 我来讲一下我编配的 这首上海滩的主题歌 这首歌呢 已经出现了30多年了 但是每年或者经常都会听到这首歌 这首歌的比较经典 我把这首歌呢 编辑成了C调的执法 用的是降异调的十斤高编的夹 加在三品 这样的话呢 其实男生唱的不怎么高 你如果觉得合理的话就夹三品 如果你觉得低 你可以尝试加四或者加五品 这个本首的吉他的质朴呢 这个编配 还照顾了女生 就是说女生如果弹唱这首歌的话呢 你可以不用编的夹 实际上就是这首歌原曲的音高 这首歌前面的演示部分呢 我加入了钢琴还有贝斯 但是呢主要这个编配呢 还是以吉他独立可以完成为主 下面呢我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前奏的部分 这首歌呢是四四的拍子 都等于C调 然后呢是每分钟大概是90拍左右 前奏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所以分异弦 这个就是AM和弦 但是我们弹的时候一定要大拇指给六弦之音 因为跟弦是A 所以 所以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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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成功只按住二弦三柄出始 给E弦制音了 它不出声 它不出声 如果出声就是 就不对了 注意 然后 这个地方呢 在这里面 也就是 第四小节 mmi 然后第四小节 这个 有制音 弹的时候比较微妙 因为我们这个时候没法制音 但是你不要尽量都去弹六弦 跟音还是在五弦 然后还有一个注意的是什么呢 这个食指横按三根弦弦 然后这个指尖给四弦制音 这样的声音 如果不制音就是 这声音是不对的 这个四弦空弦呢 不是这个AM和弦的这个和弦音 这个呢 吉他的部分是这样的 这是吉他部分 当然了这个吉他是这样编配的 在原曲里面还有键盘的元素 我们在吉他弹唱的时候就可以略过 键盘是 是有这个大家看前面的演示就知道 但是你没有那个配合的话 他这个吉他的部分呢 也独立也完成了这个前奏的 另一个旋律线条的元素 再慢一点 不小心就没给这个四弦制音 但是还不要给这个四弦按住 你按住的话也不对 你不制音也不对 就是要清触它 这样的声音 米是以前空弦 米这个以前用空弦 方便左手再回到这个这个位置 这样就完成了这首歌的前奏部分 然后进入主歌 都是往下扫 这个是AM 这是G和弦 这简单 在第11小节这里有两个和弦 DM然后G和弦 然后这首歌能进入到抒情的部分 就变成分解和弦 注意第19小节这个地方 因为之前的分解和弦的部分都是 T1 2 1 3 1 2 1 T1 2 1 3 1 2 1 这个右手 但是一个小节换两个和弦就变成了 T1 2 3这同时 然后再E T1 2 3 1 是这样的 注意 在第23小节这里就要推副歌 情绪要上来 第一个弹出来 C和弦开始先扫低音的琴弦 然后渐渐的加强渐渐的往上面扫 再连一下从22小节 副歌扫弦 这个扫弦就是用后十六这种方式 就是大大大大大大 但是呢 大家看乐谱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有一定的起伏的律动 我们第一排扫低音琴弦多一些 然后第二排扫高音琴弦多一些 如果你全扫的话 这个律动和这样是不一样的 就显得太重 所以就是这里面有一个层次感 又回到抒情的部分 这首歌其实是很好听的 对于我的这个小时候的记忆呢 也比较深刻 这首歌很有感情 然后呢 我们注意一下这里面有几个和弦 比如第28小节的这个17挂4和弦 是这样按的 按的时候呢 这个中指按住五弦二品的时候 不要碰到六弦 六弦是根音 一七挂4 然后一七 第七 这个没有用七 我尝试了编配 第七挂4 这个排列呢 对于这首歌来讲呢 不是这个 贴合度不是很好 就用了这个D挂4 然后D和弦 这首歌的和弦编配呢 虽然说年头比较多 但是编配的非常好 比如这个28小节的这个一七挂4 然后一七 然后D挂4 然后在D这个地方的编配是很不错的 再连一下28小节 D Candy 差一点点 在进入到第一段结束之后 进入一房子 一房子然后就尖奏 这首歌的前奏和尖奏都编配了吉他的弹法 虽然这首歌的演示部分我加入了钢琴 但是主要还是以吉他为主 我们看一下尖奏部分 注意 这个节奏的圆曲 是这种感觉 但是这个旋律线条 它又不是这种 不是这样的 所以大家看一下细节 我弹了四根七弦 在接下来的时候 这个一弦是持续的 或者就没有弹一弦 这样才有这种效果 旋律是连续的 但是伴奏是 这种感觉 这样的道理 大家参考乐部 然后 这地方就是逗弹 因为旋律就是有这样的 这个食指有一个三根筋的横按 然后又进入到这个抒情的部分 这个地方尖奏是吉他弹转 就开始推这个尖奏 弹完以后就 然后就是这种起伏之前也出现过 推 然后再反复到前面进入副歌 这首歌呢 进入副歌 再重复一遍以后 跳过一房子进入二房子 有一个结束剧 有一个键慢 然后还有个伪奏 我们听原曲 就会有这种感觉 语言确实 这样来结束 这样就结束这首歌 再慢一点 三根弦 然后还是三根弦 然后四根弦 这个地方就是五四三二琴弦 这样就完成了这首歌 好的朋友们喜欢这首歌的朋友呢 你可以在过两天的时候呢 你到这个大吉他教室的官方网站来 学习这首歌 乐谱就会上传 因为我现在给大家讲课的时候呢 用的谱是不完整的 好的朋友们本节 那我们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